正租文有首歌叫做《小心女人》 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我猜你也會很同意 因為今天要跟大家說一宗完美報復 內置日本經典動漫《遊戲王》的雜幻式卡牌 一向人氣很高 二手架分分鐘炒出天架 最近在日本有一位太太 他為了報復出軌的老公 竟然將他珍藏的《遊戲王》卡牌 以拍賣的方式 想價短短幾天 售價已突破了691萬日元 即是49萬多港幣 從他在拍賣網站貼出的照片可以看到 這些《遊戲王》的卡牌 全部都是全身未拆封的 而且還是早期發售的 目前市面上幾乎絕版 所以亦吸引了很多收藏者的注意 上價三天 就已經有超過480人參與競標 價格高達691萬日元 至於為何會將這麼珍貴的卡牌拍賣? 那個賣家就說了 這些是他老公當年來收集的藏品 花了很多時間和金錢 不過因為對方出軌 所以他決定將這些真藏品全部賣光 一蝕心頭之粉 他亦說卡盒一直都是放置在架上 而架上亦都鋪了防塵布 所以上面不會沾染太多灰塵 而在照片中也看到 這些卡片都沒有任何損傷 亦可以配合得標者的要求運送 不過他也解釋自己是行外人 不知道這些卡片的價值 連起標價都是由1日圓起 最重要是希望買家不要退貨 有些人看到之後就留言說 他的老公這次應該很後悔 但亦有些人就說 你的收藏品是他丈夫的私人財產 就算他犯了錯 太太是不是也不應該隨便賣掉呢? 這個報復的形式會不會太過分呢? 想看多些有趣的新聞 快點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們可以有更多的 《Plastic 交視的布》 和大家分享